而冬天天冷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穿发热衣 不过新北市政府的消保官针对市售的12款发热衣做了检测 发现有多达11件的产品是不合格的 要求厂商下架 气温逐渐下降 市面上的发热衣白白肿 但这些发热衣真的有发热效果吗 新北市政府消保官实测市售的12款发热衣 发现就有多达11款不合格 这12件里面我们除了中文的标识 有11件不符合 也有温身是没有到达他宣称的这个数值 他的这个蓄热保暖的这个效果 跟他网页上的是不一致 检测评项中仅有一款升温值中文标识 都符合标准 也是里面价格最贵的商品 另外11款发热衣商品中文标识 皆不符合规定 其中两款蓄热保暖结果与网页不一致 三加白与核暖以及Alos Body 共四款发热衣实测温身值 比标榜温身值来得低 还有Emma Marino等四款标榜 吸湿放热的升温值未达产业标准 至于有理杂全的检测全部合格 检测主要三大项 升温效果 然后再一个是红外线的再放射率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吸湿放热的效果 外线市的业者本局已含请 外线市辅导业者限期改善 预期未改善的话 我们将依法采取两万元以上 至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过实测这些发热衣 确实都具发热性能 但部分检测项目不合格 肖保官也要求厂商先行下架 并限期改善 直至市面发热衣领昂满目 消费者到底该怎么挑 肖保官建议选择附有检测证书的发热衣 还要注意产品是否标示清楚 才能穿的保暖又安心 解明圈彦凡新闻报道